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出去在大浪和头去坐一会儿 我老婆他救过来 第二次就走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海峰 海峰和记者说 妻子名叫小新 今年27岁 是外省人 婚后两个月 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在这儿坐着 他在这儿坐一会儿 他在这儿坐一会儿 把人的照片 都是在这儿照的 他特别喜欢在这儿 然而就在三天之前 小新一个人出门乘凉 仅仅十分钟左右之后 人就不见了 海峰和家人觉得 海峰突然失踪 很不寻常 什么也没有带 肯定不是自己走的 而且还有一点 让海峰和家人十分的担心 哎 人家说不强的 这这种人呢 出来了一个略格 那这胡话呢 还不说 什么话 胡话 不说胡话 不说胡话 爱不爱说话 嗯 也不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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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 就能说了 不过呢 就能说也不爱说话 海峰的父母告诉记者说呢 儿子当初结婚这件事情 真是突如其来 没有没人 也没有人给他介绍啥的 就这样有了一个媳妇 到时海峰和他岳母 关系特别好 并且呢 儿媳妇小心 精神也不太好 患病的时候 就喜欢乱跑 担心人跑丢了 他们平时呢 也经常在身边陪着 所以这次小新突然失踪 他们心里头 有了不好的一种预感 这边海峰一家人 担心着小新的人身安全 另外一边呢 对海峰和他岳母之间的关系 产生了好奇心 这个儿媳妇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 这其中会有什么猫腻吗 如果他走 我只走 他就走不去 那你觉得他是怎么走的 我感觉就是有人带出去 有人带出去 你们也开心 我们这路也不好走 如果一个人不想 他多少时间才能出去 大概你走过没有 走过 多长时间 走得快一点到20多方岁 卖一点就是 在半个小时也行 海峰家住得比较偏僻 山路很窄 很不好走 再加上小新情况特殊 一时半会儿呢 肯定出不去 这开始没了 我和他窄了 可以窄了五年 有点 我说得去 窄望 有点的 也会窄了 还是咱们哪 要去 又回来 我回来 我回来 我也在窄 在那 窄里 我 窄了 所以说得他 窄了 哎 我说得窄了 给叫烧 吗 我不 不知道他在 你 你们这地方平时 有没有生人来 经常 为了找到小心 海峰和家人 发动了全村的人帮忙寻找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 一直没有小心的消息 他是不是被人拐卖了 正当海峰着急 准备报警寻找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 自己弟弟打来的电话 说话的这个人 就是海峰的弟弟 他告诉记者 他在离家20多公里的 北武当镇开了一家门市 就在嫂子失踪 十几个小时之后 他突然在镇上 看到了他的嫂子 当时还有一个人 带着他的嫂子 这个人他也认识 就住在邻村 名叫尹平 那么小新为什么会和 这个叫尹平的人在一起呢 是半路上碰到的 还是另有尹平呢 同时上面提到的 海峰突如其来的结婚 又是怎么回事 凭空掉下来的媳妇 来自哪里 海峰和岳母的网聊和小新 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弄清楚这些事情 记者按照海峰弟弟 所说的地址 来到了尹平所在的村长 师傅问一下 你们叫尹平在哪里 什么啊 尹平 在哪儿 那边 哪个家 你们怎么知道来这儿呢 你他家什么人 亲戚吗 亲戚啊 可能他家的媳妇 也不知道让谁给带走了 媳妇不知道让谁带走了 现在在哪儿呢 在那个家里边 那个 第一 不看第一个第二个 第三个门 说吧 这位村民告诉记者 她是尹平的表嫂 当得知记者的来意之后呢 尹平的表嫂说 尹平的妻子前段时间 被人带走了不知去向 一直到三天之前才找回来 而这个人正是小新 可是这个小新不是刚和海峰结婚吗 怎么又会有了一个结婚四五年的丈夫呢 记者呢准备找找大家所说的这个影评了解一下情况 您是尹平 你尹平不是 不是 他弟子叫个哥哥 哦 哦 那你哥哥了 不在了 去哪了 学不得吗 啊 我学不得我去哪 啥时候走的 我没得过来这不在了 干活去了 干活去了 尹平这个时候并不在家 尹平的弟弟告诉记者 小新的确是自己的嫂子 已经和自己的哥哥在一起 有近五年的时间了 去哪边捡那家钱 然后就见门了 小姑他妈的 借钱的 当时都是谁去了 那女孩 那女孩 那女孩是那女孩 你和老大 那我没得去 还有我没不 看来那这妈咪 这类结婚 少了的 所有的 去创业 可以和 一样回来 妈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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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嘛 从尹平的说辞当中呢 记者可以推断出 尹平早在四五年前 就已经和小新结婚了 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情况 却又再次嫁到了海风家里 记者不禁想到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背后 迟迟没有露面的小新的家人 也就是海风的岳母 难道是这起事件的关键点吗 我们算过去条件 去条件呗 我们住这个女儿家 所以都拜这个赏黄色 我住这个顾客 我住这个顾客 我住这个顾客的 顾客他们本来说 不就我们带上 我们都回来点 影评的弟弟和记者说 就在正月初九 他哥哥把嫂子送回了娘家 想的是 好几年了 嫂子也没有回过娘家 回娘家住几天 同时呢 这么多年 哥哥和嫂子 也没有领取结婚证 想这次去嫂子的娘家 顺便把结婚证也办了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哥哥把嫂子送回娘家之后 嫂子的母亲 就不让嫂子回来了 岳母上线 双方各执一词 真相究竟如何 到底是什么 让事态发展成如此地步 一女二夫的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目的 我和岳母是网友 拍案正在播出 这边海风说 小新是他新婚两个月的妻子 可是呢 影平的家人这边呢 却说小新早就嫁到他们家了 已经四五年了 前段时间 不过是小新回了趟娘家 小新突然不见了 按理来说啊 小新回到娘家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到底岳母是疏忽大意 还是故意为之的呢 海风和岳母之间 又是怎么上了同一条船呢 这中间除了什么差错 正说着影平带着小新回到了家 你叫啥了 秋香 秋香 她是谁啊 不知道 她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是谁啊 这个家里头你有认识的人吗 谁也不能说 谁也不认识啊 那你在这干啥呢 下不干 看到海风的到来 小新表现得有些迷糊 见到这种情况 影平也接过了话头 影平告诉记者 小新这几天呢 一直就是这样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就在正月初九 她呢 把小新送回了娘家 原本想着过几天 她去接小新回来了 可是呢 让她没有想到啊 小新竟然自己找了回来 并且呢 按照刚才影平和家人所说的 小新是在三天前 自己出现在了 玉口镇的大街上 并且呢 让影平的侄子看到了 所以影平的侄子 才把小新接回了家 那么结合海风所说的 小新是在三天前 从家里走失的这一点来看 当初小新应该就是 从海风那里离开之后 来到了玉口镇的 从海风家到玉口镇 有将近十几公里的山路 小新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呢 海风的岳母 怎么会如此搓心大意 把女儿走丢了呢 还是说 这里边隐藏了一些 灰色的墓地 现在小新患病无法沟通 影平说 接小新回来的人 是她的侄子 那么她的侄子 又能不能说清楚 当时的情况呢 你这个侄儿给你结回来的是吧 你这个侄儿现在在不在 都是做了退役的 打工去了 对于当初呢 小新是怎么从海风家里 跑到影平家的 我们也暂时不得而知 可是呢 海风不是说 小新是她结婚两个月的妻子吗 怎么现在又成了影平的老婆了呢 这里边海风和她岳母 也就是小新母亲的说辞 就特别重要 到底是海风擅自把走丢的小新 娶为了妻子 还是说海风和岳母之间 做了什么交易呢 说话的这位 就是小新的母亲 薛阿宇 她告诉记者 当初呢 她的确是把小新 嫁给了影平 小新的母亲说 女儿小新是在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因为老伴患病去世 一时受不了打击 才得的病 严重的时候 小新在家里见什么咋什么 为了给小新看病 薛阿宇带着小新 走了很多地方 经过治疗 小新的病情有了好转 能够生活自理 于是呢 2013年的小新 24岁的时候 她就嫁给了影平 但是没过多久 薛阿姨发现 影平对小新并不好 我就把这个女儿 我说你还有点吗 那个 说是猛狠 最后呢 我看见这个 越来越厉害了 打过 要不就不加 要不打过 不知道是说啥 感觉到女儿病情严重了 薛阿姨就计划着 今年过完了正月十五 就去影平家里看看女儿 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正月初九 影平却把小新送回了娘家 我说要不要了一会儿 一要抓了就不要了 我说是那咋不要了 我不能出去打工 我承担不了她 我一打工 我妈不乖 你我也不给她 小新的母亲觉得 女儿的病 就是被影平给耽搁了 而且影平太没有良心 女儿病情严重 不说去看病 再加上影平 又把女儿送回了娘家 就这样呢 小新的母亲和影平一家 就埋下了矛盾 但是关于小新 又怎么成为了海丰的妻子 这件事情 自己又是如何突如其来 招了一个女婿 并且成为双岳母的 小新的母亲闭口不谈 我说你看你不要 咱不想那个子举 你看啥东西 你不用你这么岳 我说我不能给自己 我哄要没讲 你说说以后跑了 跟我们没关系 走岁不走岁 跟我们没关系 因为女儿和影平 没有领取结婚证 所以薛阿姨认为 女儿这次回来 就和影平 已经是没有关系了 她给我复刻 我那儿再给我 最后影平强烈表示 要和岳母进行当面的对峙 海丰 岳母 影平 有着什么解不开的纠葛呢 我们接着往一看 你谈马来 所以说这个事情 所有的纠葛点 就全部在了 小心母亲的身上 到底小心的母亲 是怎么想影平的行为的 她又如何再次使用岳母 角色上线和海丰认识的 这一切的一切 也都带解开 前面说到海丰的新婚 两个月的妻子离奇失踪了 从而牵扯出了一场 一女二夫的闹剧 为了查询真相 给两家人一个公道 记者请来了小心的母亲 看到小心的母亲来了 影平当即当着小心母亲的面 说起了当初把小心送回娘家的原因 并且要求小心母亲 解释这段突如其来的 又一段岳母和女婿之间的关系 海丰和岳母之间到底有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关系 竟然引得了影平如此极切的寻求答案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小心的母亲一听了影平这样说 立刻进行了反驳 她觉得影平把小心送回娘家 根本就是不想要女儿了 影平告诉记者 就是因为当初没有和小心领结婚证 所以导致没有办法 把小心的户口牵过来 同时也无法给小心办理医保 每次看病花销都不小 不过他们从来没有耽误过小心的治疗 所以对岳母所说的 自己对小心不好的话不符合事实 那么岳母又为什么对此撒下谎言呢 这和她和海丰之间 没曾解释的关系有什么关联吗 对她强烈的来到这里 也也也强了 我们这次你问吧 她的头好吗 给不给她看病 给不给她吃 拼了嘛 也看了 我来这开花 我们比赵嫂的也强得到 这个时候影平的弟弟和表嫂跟记者说 这些都是小心母亲找的借口 她其实是借着女儿的出嫁另有目的 他们觉得小心的母亲 就是在打小心的主意 不然小心母亲又怎么会和 另外一个村的海峰联系上 还成为了岳母呢 她不是这场是妹了 妹子跟丢家的 妹的时候你肯定中间有个这 中间有个妹上 我们这儿的一个人 他们那儿的一个人 有两个人这人联系 没有这两个人联系 他不会妹 那这个中间人是谁 不知道 影平的家人觉得 小心的娘家在外省 当初小心和影平走到一起 也是他们村里一个人 去小心娘家所在的地方打工 认识了小心的母亲 后来通过这个人介绍的 要不然离这么远 双方根本不可能认识 现在他们得知小心的母亲 把小心又嫁给了海峰 他们觉得这中间肯定 有一个人在从中作梗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岳母呢 对于找没人卖女儿这个说法 小心母亲立刻辩驳了起来 但是当记者问起她 是如何和海峰相识的 又是怎么发展成了 女婿和岳母关系的 她的回答却着实让你们震惊 小新的母亲说 她和海峰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的 后来聊的时间长了 她觉得海峰这个人挺老实 我给看了四个多样了 我才刚才说这句话 我可以突然为止 我说我女儿有点 我叫对我就不走 我几十个女儿开的差不多 开后我就慢慢去往下这个女婿 去年我们在留下了 尤其是瞎留了 为了她们 她女儿不是天年 她们带回去了 变得厉害了 没有了 她不是知道我没有结婚吗 刚才我开玩笑了 说让我拿她倒个单儿子吧 我说行什么 后来她说 要不你带我倒个女婿吧 我还有个女儿呢 我三十一岁的时候没了 我肯定想找了婚人吧 我感觉女孩可以 她们加入也说 我也挺好的 也骗除了 双方都没有意义 于是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第一个条件是让我给她 派遣 也回来说后后断她 又打她了骂她了 第二条件就是又给彩礼 我继续聊个闺女 我用那钱也没了 我是让你后后断 只要你断后 我用那钱也没了 其实你就要那钱还是替你们存着 是吗 那彩礼钱要了多少呢 是 现在影评认为 小新虽然没有和她领取结婚证 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五年 并且当时也是给了小新母亲 三万五千块钱的彩礼钱 现在没有任何的说法 就又把小新嫁给了海丰 这让他们非常生气 同时影评的家人告诉记者 就在小新自己回来的第二天 小新的母亲以及海丰 就找上了门来 就这样两家人发生了冲突 影评的家人觉得 小新的母亲必须给他们一个说法 所以他们现在不能让小新回去 那我问你 大概是需要多少钱 十万 十万 那这十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么算 你要找你在 你要十万 把那个花十万的 看病房的十万 那被你用我头看 不行 那有四人 那有早举两 那有早举两 现在双方争执不下 但是小新的母亲 这件事情的做法 不免有些草率 小新本身呢 情况特殊 就更应该多加考虑 如果能够和影评一家 把事情解决了 那也就不会有限制这些麻烦 那么在法律上 对这种情况 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当事人的这种随意扣留别人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目前来说 最起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那么严重的程度的话 可能会构成非法拘禁 这个由当事人 相关的这种亲属 或者他的监护人 应该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 由公安机关对这个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予以解救 双方没有办理婚姻登记的情况 属于如果这个钱是彩礼的话 这个钱是肯定应该可以退的 如果这么多年来 他对他的生活进行了看顾 并且对他的治病 其他的进行了大量的支出 那么可以考虑相应的 进行补偿吧 那就出在你们没有领结婚证上 你明白吧 你没有领结婚证 这监护权就还在人家身上了 随后小新的母亲 拿出了小新的残疾症 在监护人那一栏 明明白白写着 薛阿姨的名字 按照法律规定 影评没有任何理由 不让小新离开 可是双方依然是争执不休 影评坚持不让小新离开 看到双方情形激动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冲突 记者拨打了110 很快民警到达了现场 了解情况之后 民警把小新带离了影评家 把小新带离影评家之后 记者也和影评说 他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 但是必须要通过合法的渠道 否则只会事与愿违 你比如说他上面承认的 给了多少钱什么的 那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影评告诉记者 他下一步会起诉到法院 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个时候小新一家和海丰 也表达了自己今后的想法 海丰说 小新和他生活期间 精神状况一直很好 他以后也会对小新 好好地照顾 看到这个时候 小新的精神状况 稍微好转了 记者也问了问小新的意见 你愿意不愿意 跟他生活在一起 愿意 真的愿意吗 他打算跟着你回家 回你妈那一块生活了 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 最高兴的是这 是吗 海丰表示 他会尽快地和小新 办理结婚证 成为合法夫妻 自始终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 对于小新 在影评家的生活状态 到底是怎么样的 现在难以说清楚 不过 我们想说的是 如果当初影评 能够及时地 和小新领取结婚证 那么 现在也就没有 这种尴尬的情况了 同时 小新的母亲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也很不妥 女儿的精神有问题 就更应该 替女儿着想 想清楚女儿的情况 到底适不适合结婚 即便是组建家庭 可第一家 还没结婚好 就要让女儿再嫁 对女儿的心理 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希望小新以后的生活 能够真正稳定下来 一切还是应该 情感为先 而不是金钱之上 好 大家说完 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见 暗含着怎样的逃跑方式 三个深夜就医的男子 两个衣服一样的女人 属于才是小巷中的 真正突袭者 破解迷暗 哎呀 明晚播出 优优独播出